字幕視頻 那我們今天就請到了台灣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的郭冠軍跟李昭梅小姐 對那我們今天請她來講一下她們一些過程這樣 現在的都市更新其實是公寓化 為什麼?因為 比如說你有一塊地 然後如果你把土地視為是商品的話 那你會怎麼樣利用這個商品去賺錢? 那就是蓋高樓 所以說都市更新現在的邏輯是蓋高樓 然後就是把都市變成公寓化 大家可以懂這個連結吧 然後變成公寓化就是 公寓的生活方式就是你遇到鄰居就會覺得很尷尬 然後你在電梯裡面不會跟他打招呼 然後一起進電梯你就一直看著那個電梯的燈在跑 對對對 我住在公寓我現在的情形就是這樣 所以我非常討厭公寓的生活 然後這是我第一個對於都市更新的連結 就是說如果真的最後 比如說我未來要在台北工作 比如說台北景勝的全部都是公寓了 那我就背負要加入到這種生活 這是第一個我很害怕的 然後第二個是高房價的問題 就是說現在已經沒有蓋那種很便宜的房子 他把人家房子拆掉 然後就是為了要蓋很大坪樹啊 60坪啊80坪 然後很漂亮 然後建材很精美的那種那種東西 就是說之後會有一個高房價問題 然後那個價值不是說 一千萬兩千萬就可以解決的東西 所以說這一個對於生活方式也好 對於物品也好的情感是 不會在報章雜誌上面被提到的 然後這也是政府最不敢說的東西 我想各位看到這個條例其實它是一個非常空的 非常虛的一個條例 做一個民調的調查 所以這些其實都市更新在我們一般老百姓的心目中 這樣子大家的意見是這樣子 對 所以說其實我們最大的比例其實一般老百姓的部分 其實是大家希望的是可以負擔的住房 對不對 因為你如果說你都市更新 大家把舊房子改成新房子 可是大家還是希望能夠在大家的財務能力可以負擔之下 才能夠住進那個房子 那當然你才能夠繼續去享受它所謂的居住品質 對不對 然後綠地 然後綠地大家也希望說 在這樣子去都市居住 我們現在就是綠地太少 我們要空氣好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相當的綠地的比例 那公共空間的品質要提升 那反而希望房價升高的其實比例是最少的 所以這個是跟現在政府他們透過一些媒體行銷 或是建商的廣告 給我們的印象是完全其實是背道而馳的 那現在這一部分的話就是可能 這部分可能剛剛在幾個影片我們剛剛講 更新就是圈地 就是像剛剛王家他們完全莫名其妙不知道 突然間接到通知 他也沒去簽同義書 所以可能經過了一年半之後 莫名其妙政府要來派他家 所以他完全不知道 所以這個圈地等於是說 他建商默默的在進行這些的動作 完全我們都沒有被智慧到 那更新同義書就是說 他會空白授權三四一四一票完道 因為在都市更新條例裡頭規定 如果說他所謂的實施者 他拿到這個同義比例 那他就所謂有的多數據 譬如說五分之三的所有權人數跟面積三分之二要通過 那就是說五分之三 那就是說五分之三 那個事業計畫 一個是蓋兒一個事業計畫 再一個是權力變換計畫 那現在建商的做法是 他全部一四三分 就是三四一份 那直接跟你講說 要都市更新要蓋新房子 那老百姓聽到都市更新 其實這是太專業的東西 可是建商他會用一番的很簡單的話術 就讓你去相信他 然後畫一個大根 說以後會舊房子再新房子 會增值 大家心裡想很簡單 很不錯啊很好啊 然後就簽了 可是殊不知他簽了之後 回到法令的架構底下 完全沒有說過的權利 而且他五分之三的人 就可以決定另外五分之二不同意的人 等於是說那五分之二的人 也沒有說say no的權利 所以這個在我們民主的法制底下 是一個非常有充足性的 那再來他開會 同時像剛剛那個王家發信主義 他們這個市政府更新處 他們在審的這些事業計畫的報告裡頭 他們只有書審 就是他的書面審查 他經過法院判還是已發信主義 所以這個是非常離譜的事情 不管任何的司法程序 不影響都市更新的進行 所以說你建商跟地主互相的告來告去 到審 都市更新處這邊到審 所以說這部分的話 可是問題在我們老百姓跟一個建商台團 你在走法律訴訟自法這些部分 其實你要贏的機會幾乎沒有 所以到最後只有被迫接受 那接下來我們講到權力變換 土力建商 那土力建商就剛剛那個彭先生他講 他們的案例 他們的案例就是說 他估價師因為他都市更新條例規定 實施者要找三家固價師 而且固價師是實施者找的才算數 如果說我地主說 我也要找一家固價師 第四家來跟你們做比對 可以 可是他在審查的時候 你做參考 我們找的固價師你做參考 所以換句話說 結果還是按照建商找的固價師 那大家可以想像 三家固價師 固價師是承包建商的業務 那你說他們 他一定會付出一個比較對建商有利 因為建商是生意人 生意人要賺錢天經地利 我們也是反對 可是在這樣的情況 他們就是運用他權力變換 我們有個權力變換實施辦法 這個是 這個只是一個實施辦法而已 然後裡面的固價的技術技巧 去把我們原地主的這個價值估低 估低的話 你將來分回去的東西就變少了 所以這部分就是剛剛彭先生在講的那一塊 對 然後在審議 我們會有一個審議過程 有個那個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 那這個委員會裡頭 他會邀請一些都市更新相關的學者 還有業者代表 可是這些代表沒有任何一個屬於地主 等於說我們地主是排除在外的 可是問題 你們在做更新的這塊餅 這塊肉是誰的 是地主的 可是地主是沒有辦法參加這個審議 我們地主只能在這個審議會裡頭 每次開會一個人 只能陳情三分鐘 而且這個三分鐘裡的陳情內容 會不會列入紀錄制 有主題還是裁量權 所以說當你的陳情意見 如果說會影響他的 可能他們選擇性 就不把你的陳情列入會議紀錄 所以我想各位想想 如果這樣子的程序 你們認為公平嗎?合理嗎? 有沒有符合公平證明? 並沒有 對 然後再來就是資訊不透明 為什麼這麼多人會不了解 然後傻傻地簽給他 因為他在都市更新條例 那個同意書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一個A4的一張紙 然後上面就列出你的所有權的資料 地級 你的福地幾坪 建物幾坪 然後下面就讓你說 你同意這個人來作為實施者 都市更新 那我想我們如果說在做 我們如果說我們今天去租房子 是不是要有租認契約 我們今天如果說去買房子 是不是要買賣契約 或是定型化的契約 可是在都市更新竟然沒有 沒有所謂定型化 就是說他建商找地主去簽那個同意書 他只要一張A4 但是他嘴巴跟你講一套 你只要簽給他 簽了他就賣生氣 你永遠就沒有挽回的機會 所以這個就是說 都市更新這套制度可怕的地方在這裡 然後到最後這個還有一點就是說 現在都市更新碰到 我們剛剛提到的是說 像王家也好 童家也好 甚至我家也好 我們還算是有產權 因為我們是私有權 可是有一些在都市更新基地 被劃入的很多人是早期 因為這個整個地震的這個政策的 這個居住的過程 歷史有一些歷史背景 他們變成是只有 他們是沒有那個土地的權狀 他們只有那個居住在那邊 居住在那邊的那個 甚至他們也沒有 只有建物的 只有建物的權狀 可是都市更新是 它計算的價值不算建物 它不算土地 所以當你沒有土地權狀 你就被列為維建戶 那維建戶的部分 在都市更新裡頭 它會有一個獎勵 就是說給建商 你去解決 把這個維建戶的問題 解決掉的話 它會有獎勵 給這個實施者 所以很多維建戶 他們就是要被迫辦 所以他們是說更是更弱勢的一群 所以說 從這樣子的來看 我想各位同學已經可以了解到 都市更新它這套 它這個很可怕的政策 可怕的政策 它把一個合法的私有權的人 也可以把你弄走 那包括這因為歷史背景 歷史公園所產生的一些 很弱勢的維建戶也被趕走 這樣子的政策 我想大家會接受嗎 請多多多多個 請多多多個 來看一下 請多多多關於 悲金的路上 請多多多 마 請多多多架 請多多多 請多多多